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这肯定是我见过在演艺圈集少数,具有才华又帅气的男明星之一,于文乐在2003年参加香港辨视台的选秀节目《无限新秀大赛》。 以其出色的表演技巧和颇具魅力的形象,获得亚军并开始进入演艺圈。 随后,他陆续出演了东部电视剧和电影,如《天目红颜》、《城市猎人》等,逐渐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。 他的演技不仅得到了娱乐圈内的认可,也获得了多个电影奖项的提名和获奖。 例如,2006年凭借电影《追击者》,获得第2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奖项。 在2011年拍摄电影《特殊身份》期间,于文乐不幸受到严重的摩托车事故,导致头部和胸部多处骨折,身体状况十分危机。 幸运的是,他得到了及时救治和治疗,经过长时间康复,最终恢复了健康。 事故发生后,于文乐曾表示这次,经历让他更加珍惜生命和健康,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。 于文乐在演艺圈发展的同时,也开始涉足制片业。 他成立了自己的制片公司、银行电影有限公司,致力于推广年轻人的音乐和电影作品。 他制作的电影包括《冲上银箱》、《夜问三》等,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,并成为影视市场的一大亮点。 除了制片业务外,他还经营着自己的餐饮品牌和时尚品牌,展现了多元化的商业天赋和经营才能。 于文乐一直关注社会公益事业。 积极参与各种慈善活动。 他曾多次为残疾人士和贫困儿童捐赠物资和资金。 还参与了多次慈善演出和意卖活动。 为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。 他也经常利用自己的名气和影响力。 他也经常利用自己的名气和影响力。 呼吁更多人关注社会公益事业,并积极参与其中。 他还担任过多个慈善机构的形象大使。 包括香港青少年创新创业协会、香港名爱等。 为这些机构的宣传和筹款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。 于文乐的家庭生活比较低调。 他与2016年和模特杨丽娟结婚,并与童年诞下一对龙粪胎。 他对家人非常关爱和照顾。 经常在工作之余抽出时间陪伴家人,以保持良好的家庭关系。 最近于文乐参演的电影《破局》上映。 他在其中饰演反派角色。 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角色塑造能力。 此外,他还宣布江家门中国内地的综艺节目《创造营2021》。 与其他嘉宾一同培养出新一代音乐偶像。 展现了他在娱乐圈中的多面才华。 于文乐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娱乐圈中的暖男代表。 他性格开朗,乐观向上,带人真诚。 备受观众和同事的喜爱。 他善于沟通和协调,处理问题果断。 同时又具有极高的工作热情和执行力。 他也非常注重健康和锻炼。 平时经常参加各种运动和健身活动。 以保持自己的体魄和精神状态。 于文乐的代表作品包括电影《无间道》系列, 《沙坡狼》系列,《夜温》系列。 特殊身份、柴局专家等等。 他在这些电影中, 饰演了众多身受观众喜爱的角色。 如《无间道》中的警察山姬《杀破狼》中的黑帮头目。 强哥特殊身份中的获敌警察林振英等等。 此外,他还曾经在电视剧《异不容景》。 《分神榜》、《射雕英雄传》等中担任主演。 展现出了他在电视剧领域的实力。 于文乐凭借出色的演技和贡献。 多次获得各类荣誉奖项的肯定。 他曾获得过亚太电影节最佳男主角。 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。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。 香港电影金字金奖最佳男主角等等多个奖项。 成为了娱乐圈中备受尊敬的演员之一。 于文乐是一位充满活力和才华的演员。 制片人和商业人才。 他在娱乐圈和商业领域都有着不俗的成绩和影响力。 他除了演艺事业外,还致力于公益事业和家庭生活。 展现出了他的品德和家庭观念。 他的事业和生活经历。 也成为了众多粉丝和年轻人学习和借鉴的对象。 好了,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。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, 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,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。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。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。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